在美联储不顾吃相,大肆注水,割全世界韭菜的情况下,想要让其他国家为美国背锅舍身救美国,无疑是痴心妄想。最近16个国家相继宣布抛售美国国债,这种状况让美国财政部十分担忧。面对这种情况,美国财长耶伦不禁发出了一声警告,这完全是致美国安慰与不顾。 如果美国政府再不及时想对策,或将引发美国金融风暴,美财长耶伦甚至当场直接怒宣辞职。其实这场卖美债风波并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多个国家纷纷减持美债,以寻找更安全的资产来避免经济风险。美国的财务风险一直被市场所担忧。 截至目前,至少有16个国家抛售了大量美债,可以说是对美国经济的一次真正的警告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要说让美国最为头疼的事是什么?除了中国提出和平主张,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。 中国友好访问俄罗斯之外。莫过于美国银行破产,瑞信接连遭遇大爆雷了。这一段时间,美国遭遇了最近十年美债。在国际上遭遇的最大抛售记录。而随着最近美国的盟友小弟,日本也开始疯狂抛售。 谁也没想到,这个最大的耻辱记录,仅仅保持了一周就被打破。美债是指美国政府债券。也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金融工具之一。 其被广泛应用于投资和资金融通领域。因此如果出现大规模抛售美债现象,势必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危害。美国恐怕并没有想到,把全世界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。 得到了好处却始终没有能够入乡随俗。一直以来,美国在全球经济统治地位呼唤中,拥有了无数的好处和巨大的影响力。 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长久以来,美国利用美元在全球化的特性与美元霸权。满世界收割财富的同时,还不忘煽风点火。多少国家忌惮美国的强大,多次忍受着对方肆意挥舞的大棒。 俄乌冲突爆发后,美国随即就对俄罗斯实行了单方面制裁。毫不留情地将其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。在美资产几乎全部冻结。 美国作为完全的第三方国家。只因政治因素就随意冻结他国的海外资产。如此不合理的行径,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国际信誉。 鉴于中美关系冷淡,政治斗争不断。为防止美国用同样的套路冻结中国资产。中国适当减持美债也是很有必要的。据美财政部发布的报告显示,抛售美债的卖家数量已经上升到了16个。 其中包括中国、爱尔兰、比利时、越南、卢森堡等。就连美国的盟友们,如以色列和法国。为了降低资产风险,也纷纷下场抛售美债。除了日本,连以色列和沙特这一类。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受到美国保护的国家。也开始大量抛售美债。 在过去,由于沙特与美国达成了一项石油美元协议。美元彻底奠定了全球货币市场硬通货的地位。无论哪个国家,只要搞工业建设,就离不开石油。而石油必须用美元来换。显然石油与美元的深深绑定。奠定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。因此沙特阿拉伯抛售美债可谓是意义重大。 不仅凸凸显出优势能源和优势,货币间的矛盾在南条河。还暗示着,一旦石油美元终结,美国借贩卖债务。收割全世界韭菜的好日子也就跟着结束了。危难之际,美国想让中国接盘。 而在目前美联储这种加息是死。不加息也是死的情况之下,美国开始有并乱投一。甚至不惜大打感情牌,妄图让中国接盘。 而美国财长耶伦的怒吼与直接辞职。除了有对于世界各国在关键时刻,没有站在美国一边的无奈。也有对于美联储和拜登政府的愤怒。 中国的忌讳就在眼前,美元地位又明显受创。人民币已然受到国际关注。 迄今为止,已有俄罗斯、沙特、巴西、法国等国,将人民币视为可投资货币。并在贸易交易中考虑,优先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。 相信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完善发展。未来人民币地位必然会有明显提升。在美联储不顾吃相,大肆注水,割全世界韭菜的情况下。 想要让其他国家为美国背锅舍身救美国。无疑是痴心妄想,美国还是好自为之吧。如今美元遭受到了货币大起义。当前主要有三大方向,俄罗斯就不用说了。老早就开始搞去美元化了。 如今它与印度、中国等国的能源交易,尽量采用本币与人民币结算。中国也在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,尽量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。 中国同俄罗斯、沙特、伊朗、阿联酋等国,不时传出人民币结算的消息。远的不说,3月28日,中海由于法国到达尔,实现了天然气首次用人民币结算,数量6.5万吨。 不光在贸易方面,中国还在不断减持美国国债,由巅峰时期的1.3万亿美元,减持到如今的8600亿美元左右,进而换成黄金运回国。估计还会减持到一个安全范围。 除了中俄外,还有中东也在大力推进去美元化。由沙伊带头的中东大和解,必然会加强中东的凝固合一。 一旦阿拉伯世界更加紧密,势必更有能力抵抗美国。去美元化便有了坚实基础。沙特、伊朗、阿联酋等国,时不时使用人民币同中国结算早已不是新闻。 就在这个三月,沙特对华投资已高达1000亿人民币。3月15日,沙特还向中国申请了首笔人民币贷款。除了这些消息外,其他方向也有一些消息。 印尼3月17日提议,不要使用Visa与万事达支付。预防有可能到来的美国制裁。3月28日,东盟商讨放弃使用美元支付。改用本币结算。 俄罗斯与非洲商讨使用本币与人民币结算。中国与南美在讨论用本币结算。远的不说,据法新社等多家外媒30日报道。巴西政府周三表示,巴西已与中国达成协议。 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,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。2022年,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1505亿美元。肯尼亚的能源结算,考虑放弃美元。 如此等等,我就不一一列举。美国的美元霸权,是建立在石油美元基础之上的。靠的就是美元与石油的绑定。当如今俄罗斯与中东这样的能源大户,开始搞去美元化时,对美国可不是好事。 当能源大户与中国双引擎开始去美元化时,对美元绝对不是好事。当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东、非洲、东盟、南美都在搞本币结算时,就有一种针对美元的货币大起义的味道。 没有货币起义的好像只有欧美系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解释。一是本身,世界开始多极化。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慢慢削弱。 于是美元走弱,货币多元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当力量越来越越趋向平衡,大家都不是傻子。肯定会想,凭什么一定要用美元结算,被美国收割?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安全的多? 二是美国自己作死,主要有两个方向。第一是美国收割,动不动就大放水搞的别国通胀。然后美联储在加息进行抄底收割。别的国家肯定深恶痛绝。第二是美国信誉崩碳。特别是去年俄乌战争开打后,美国替俄罗斯出Swift支付系统,冻结没收俄罗斯国家资产,没收俄罗斯富豪在美资产等行为。 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,是一个完全不讲信义的国家。还有阿富汗,那里的人们都吃不上饭了。美国说没收,就将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资产没收了。动不动就放水加息抄底收割。动不动对别国资产说没收就没收了。这样的国家谁敢同他玩。面对这种局面,就算是个傻子都知道。不能将鸡蛋放在美元一个篮子里了。 要货币多元化,出现了如今的货币大起义。新能源正在终结石油这样的传统化石能源。因此就算是美国好生对待。与石油绑定的美元都已经是危机重重。 美国还这样做死,简直是自己挖坑自己埋。过一些年了再看,美元的国际份额应该会下降不少。当美元慢慢不行了,美国再要印钱放水。带来的只会是美国通胀,美国再加息。回流的美元带给美国的依然只会是通胀。 如果是放不了水,印不了钞,加息无法收割时。美国可就没那么舒坦了。浩浩荡荡的全球去美元化,俊美元霸权开始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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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